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陳舊品》第九段 接短并差別 寄送的第三書 若有親近心 修讀福德行 鼻心定察海 雜人及親近 這個是讚頌修仁天佛報的 第二首是講完全任務 就是佛在經上所講的 無主臥實 坐惡到基礎 這第二個轉避 是居住在這個故土的眾生 有一些善心人 他們行善修復 所以經驗開頭呢 若有親近心 修讀福德行 這些人 能夠幫助社會 幫助這個世間 轉任務 為依親近 雖然不能夠完全轉過來 也能轉少分呢 少分的利益 已經是非常殊勝 那麼繼續 就能夠啟發 許許多多人 行悟過來啊 只要持之有狠 關鍵就是要有耐心 絕定不為不善的風俗專義 自己要能把持得住 當然這個裡頭最重要的 還是教育 古時候在中國 儒家的教育 儒家的教育 可以說是 非常重視 人天福德點 修行 人倫道德 它能維繫 社會的安定 能維繫 世間的和平 讓一切大眾 都能夠得到 都能夠得到幸福美滿的生活 禮運里面所講的 大同之志 那不僅是儒家的理想 實實在在 在孔子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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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遙順是他 孔子 古聖 先王 他們曾經做到了 所以孔子的理想 不是平空想出來的 確確實實 確確實實 是 古代 這種 善良的 風俗習慣 並父子 實實實 嚮往 懷念 到孔子這個時代 他老人家 不能 不把這個水平降低 希望能得到小康 小康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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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今天來說 的確是我們嚮往的 能不能夠實現 反而是要靠 古聖先賢的教育 如果 蛇氣 神仙教育 蛇氣 神仙的教育 恐怕小康 都不能夠實現它了 永遠成為 永遠成為 历史上的 叫人 想往懷念的 一個制度 一種善良的風俗 小康 小康 小康均 沒有 再往下降等 就是亂世了 我們 我們今天所出的這個時間 亂世了 那要到什麼時候才不亂呢 一定有聖人出現 這個聖人 他有位 他有權 這個位 就是國家領導人 世界領導人 他有這個地位 他有權勢啊 他來提倡 啊 孝親尊私啊 他來提倡 倫理 道德了 在上 登高一虎 這個在下 這些群眾 自然就相應 但有這樣的轉變 世界 世界 才能恢復正常的秩序 眾生 才能過正常的生活 那麼由此可止 世間人知道修復 知道 是要靠 存養道德 是要靠 修善眾福 是要靠 能力道德的教學 沒有能力道德的教學 沒有能力道德的教學 我們要想這個世界 恢復到正常秩序 難了 由於這些人 在社會上 佔的比率 多了 多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從 我們從 十善業道經 前面 雍正皇帝的上諭 你去看 他講的標準 十分之一了 十個人當中 有一個善人 有一個 修諸福德行人 社會人家 社會人家 有一家 就能改變社會風氣 自私人人的 心心呢 想為社會造福啊 想為眾生服務啊 怎麼做法呢 就應該 學習 聖賢的教育 落實聖賢的教育 做出榜樣 給大家看 我一個人做 不要以為 沒有太大的影響 只要你 一味去做 誠心誠意去做 不嫁雜絲毫 自私自利地去做 加以時日 一定能產生 不思議的效果 釋出世界法 確定不能夠 我 喜求 快速地效果 那是做不到的 言語力的長江 欲速則不達了 社會 這個病態 太深了 急息太深了 說一朝一夕 把它改過來 談好容易 要能取得少分的效果 在今天 你很認真努力去做 恐怕也要十年二十年 才能看到小效果 要看到顯著的效果 我看至少要三五十年 我們要有耐心 那麼在這個修學過程當中 這麼長的時間當中 你做好事 你做好人 做好事 全心全力想幫助別人 人家不領你的錢啊 還要偶業地毀謗你 糟蹭你 無辱你 這個善人 通通能忍受我 確定不改自己的 身心 身心 無心無素 還是很認真努力 去做 時間久了 社會大眾看到 它沒有改變 因應於所謂 路遙之馬列 日久盡人行啊 你在最初做 人家毀謗你是裝模作樣 你是在欺騙眾生的 顧名釣魚 是假的 不是真的 如果假的做上幾十年呢 那假的就變成真的了嘛 絕點不動搖 絕點不改變 只有一個念頭 立業眾所 希望呢 這種行持 這種形象 能令眾生走 能令眾生回頭 沒有其他的目的啊 那麼這樣的人多了 這個社會啊 緊接親近 這個時候 親近是少分啊 少分親近 任務還是相當嚴重啊 可是 這種 善心人的行持 就能感動住佛菩薩來映化 我們知道 佛菩薩大慈大悲 所以佛是門中不是一人啊 有一個人真正發心呢 佛都會來幫助他 啊 啊 何寬 善心的人多了 啊 佛菩薩怎麼會無賴呢 啊 啊 佛菩薩來如何實現呢 也實現做好人 也實現做好人 使這個好人 使這個好人在這個社會上 越來越多 啊 啊 啊 這個善心善心 善心 佛菩薩來映化的時候 一定會把它提升 啊 啊 提升真真正的真知真見啊 是 第四首 信結佛菩 啊 啊 我們看第四首 這提升了 信結諸佛菩 越必接眾生 這個就是 在這個時候出生了 出現在世間了 誰起心所有啊 雜然親近者 長項裡面 我們讀過 我們要詳細的報告 啊 這個就是感動 佛菩薩 視線在這個世界 教化眾生啊 啊 視線的形象 是性結菩薩 性結 包括的範圍非常大 從初發心 到 第十回鄉 啊 在大臣 四十個位置 都叫做 信結菩薩 那我們現在 算不算是 信結菩薩呢 這個話要問你自己 不能問別人 你對於佛法信不信 啊 佛所講的這些經典 你能不能理解 為什麼呢 能信呢 一定就能信 你還不能信呢 你就沒有信了 我出家 我出家 就講經教佛修約 啊 那個時候 連沙米一切都沒收啊 啊 啊 但是我在家呢 收在家菩薩劇 啊 雖然剃倒了 啊 還是個在家菩薩劇的身份啊 啊 啊 講經教佛修約 念年之後啊 這次收劫 啊 收劫這個 因緣成熟 啊 我收劫是在西隆八讀 還會寺 收了劫之後 當然啊 第一狀事情 拜老死啊 啊 謝謝老師 栽培者們 啊 我的老師是黎秉南老爵士 啊 我到台中去看他 在這個 我還沒進門 看到了 他就大聲地叫 啊 老師大聲叫執著我 你要幸福啊 你要幸福啊 教你講我走進去 我給老師問訓 因為老師不准我們頂禮 然後叫我坐下來 他說我說這個話 你會不會感覺得奇怪 啊 你學佛很多年了 啊 我收劫的時候 我學佛九年了 啊 而且講經教學已經兩年了 我說 我說事有奇怪 不懂老師什麼意思 老師要我坐下來 就給我講 幸福這兩個字 怎麼叫幸福 告訴我 許許多多 甚至於出家老和尚 到臨終都不幸福 這個話怎麼講呢 他不幸福他怎麼會出家呢 他怎麼能當大和尚呢 啊 啊 沒了 老師講的幸福的標準 是一教風險 啊 啊 那這個水準水平就高了 啊 啊 所以他就講了 啊 你求受三規 三規你做到沒有 三規的第一條 歸佛 啊 啊 什麼意思 你也是不懂 你這是糊裡糊塗守了 將來糊裡糊塗死掉了 啊 歸佛的意思 不懂啊 難怪 慧能大師在談經裡面 啊 啊 他老人家 當時 給一般在家信徒傳授三規 他不念 歸佛 歸法 歸神 他不是這樣解法的 啊 他所念的 是歸於絕 歸於正 歸於盡 啊 我第一次看談經 我看到感覺得奇怪啊 他為什麼這樣說法 跟我們一般怎麼不一樣 啊 他下頭又說明 佛者 覺義 法者正義 身者敬義 我明白了 大概在他那個時代 傳授三規啊 已經變成形式了 一般人對三規真正的意義 俗乎了 啊 以為一規一 我就是三保弟子了 那你知道 假的不是真正的 真的怎麼樣呢 你要信啊 你要解啊 受了形式的三規 對三規意義完全不懂 不知道怎麼做法 你是不解也不信 好玩啊 好玩啊 李老師說的話有的時候很難聽的 這些人呢 玩弄佛法 戲弄佛法 消禽佛法 故事很重啊 啊 李老師有的時候講話的時候很難聽的 啊 啊 但是 這句都是真話 啊 啊 所以我們發行歸意 發行求是無界 你的心要真真 它才有感應 啊 歸意是什麼意思 歸意是回頭啊 回歸啊 意識依靠啊 啊 啊 我從前對 對於宇宙人生的想法 看法 說法 做法錯了 我要從錯誤回頭 啊 我要依靠正確的 什麼是正確的呢 佛所講的是正確的 換一句話說 歸意這兩個字的意思 簡單的講 就是從我們一切錯誤 回過頭來 啊 我們的錯誤 就是自己的妄想分別之主 啊 回過頭來 不再隨順自己的 妄想吸氣 啊 要依靠佛菩薩的教育 那個意思依靠啊 我回過頭來了 我從今而後 齊心動念啊 啊 生活行持 都要依靠佛菩薩教會 啊 這個歸意 這是總綱靈 總原則 啊 佛是絕地死嘛 啊 那你想 絕地反面是迷啊 我們從迷惑 回過頭來 一覺悟啊 一覺悟啊 這個覺悟是自信覺啊 我們有明信皆信 我們自信覺完全不能夠現前 這個時候怎麼辦 依靠佛的教會 佛的教會是自信覺 佛覺悟 菩薩覺悟 啊 覺悟的人講的話 覺悟的人做的事 那沒有錯誤的 我現在沒有覺悟的 我要跟覺悟的人學習 這是你真的詭異了 啊 你真的信 真的解了 比如說 迷惑的人 他才會殺身 他才會偷盜啊 他才會邪癮啊 他才會妄語啊 覺悟的人呢 覺悟的人一定不殺身 不偷盜 不寫音 不謀語 你看 你想想看 你是不是真的 真的覺悟了 真的回頭了 歸於法 文大師不說歸於法 歸於正 正是什麼 正知正見 換句話說 我們從前思想間接錯誤 邪知邪見啊 自己要承認 要肯定 有些人 死都不承認 不承認自己 間接思想是錯誤的 我們錯在哪裡呢 因為我們有妄想分別之主 那你就守 你怎麼能得起正的 你怎麼能得起正的 把妄想分別之主斷掉了 你的之間才正的 你的心才清淨啊 歸於生 生是清淨的意思 能大師講歸於盡 生這盡也 六根清淨 一成不然啊 所以我們想想 這三個字 佛法神就是自信的覺真經 所以它不是歸於外面的 歸於外面的 那就變成外道了 心外求法 啊 佛法神內學 一切是以心性為標準 自己的心性不是別人的心性 自信覺 自信正 自信盡 真正達到歸於的標準 是發菩提心的菩薩啦 別叫粗地菩薩 別叫粗地菩薩 別叫粗著菩薩 他們得到覺真經 得到覺真經 不但不再六道了 超出世法界 他在一針法界 針爹回頭了 針爹又依靠了 我們今天差得太遠了 我們今天放棄自己的成績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做法 我們完全放棄 一切呢 採取佛陀的教會 這叫做佛 如果在日常生活當中 跟大家往來 還依自己的意思 你沒有歸意啊 你還是凡夫啊 你不是佛弟子啊 你沒有一教封信啊 你沒有一教封信啊 佛在這個境上跟你怎麼說的 前天 周律師來看我 我告訴我 他這個會議很多 常常召集大家開會 我笑著跟他說 開會不能解決問題 我不跟人開會 我們會好開的 我們會好開的 用什麼方法解決問題呢 講經聽經 我在澳洲 澳洲進中學會 他們現在也在聽啊 我不給他們開會 每一天講經四小時 你要好好聽 除了我講經之外 每個同學們互相講經 你也要聽 今天我看到那邊的傳真 排了課程 每天六堂課 每一天聽經六個鐘點 念佛四個鐘點 經就同解 這樣才把問題解決了 沒有問題了 近乎通解 開會為什麼解決不了問題呢 過人有過人的意見 過人有過人的想法 過人有過人的看法 搞不龍來的 誰都不服誰 你有什麼法子 我們這個不是普通的一個機構 普通一個公司 你老闆對員工來開會 為什麼呢 他拿你的工資 他要靠你生活 他不能不聽你的 你要懂這個道理 佛門這個團體 他不拿你的薪水 他不靠你過日子 他不會聽你的 所以古人有一句話說 明帶一團兵 寧願帶一團的軍隊 不帶十個身 十個出家人 十個出家人 比一團兵都還難帶 為什麼呢 那兵聽話了 你的命令他不能不服從啊 出家人不聽你的啊 那我們學佛在家 尤其是這個義工 他不拿薪水 他想做義工 哪個道場都可以去啊 哪個地方是對他好 他就到哪裏去啊 他不一定要在你之間 所以用什麼來 同理大眾呢 用什麼方法能夠達到 見和同結 見和同修呢 驚叫啊 你要想這個道場行光 沒有別的 你要勸他聽驚 我上一次到韓國到日本去訪問 我就把台中聯繫的興起 那個經驗向他們報告 啊 台中聯繫是黎兵南老巨寺一手建立的 啊 怎麼個建立的呢 並不是有心去建個道場 不是的 啊 啊 啊 他自己利用公寓的時間 啊 啊 給 人家講經說法 在哪裡講呢 在人家家里讲 家里面小客厅 听众三个五个 定期每一个星期一次 星期一在李家讲 在张家讲 星期二在李家讲 星期三在王家讲 他讲经是落词不疲 非常快乐 每一个人家讲的时候 是不同的经 所以他了解 如果说是叫他 叫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来听经 不可能 人家有工作 人家还有事情 他还有世俗一些琐碎事情 一个星期一天 定期 听这一部经 这个样子 大家没有困难 纵然有什么应酬的事情 他会把时间挪开 这一天一定要听经 所以一个星期 他讲好几部经 不同的场所讲 以后听经的人 越来越多了 高到两三百人了 那这个家庭没这个场所了 所以大家才跟李老师商量 我们去买个讲堂 买个房子 做个讲堂 这样就是搞了个讲堂 在台中流川 买了一栋房子 住家的房子 当然里面有房间 把房间通的打通 变成一个 这个大的讲堂 可以容纳一两百人 台中连设开始 所以他们就组织一个连设 以后人越来越多 在把这个邻居 邻居搬家的时候 把他们的房子再买过来 把它改进 重建 变成今天的样子 今天的规模 是讲经讲出来的 我跟随他的时候 他已经在台中讲了十年了 台中连设 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 有多少人了呢 李老师告诉我 台中连设 连有 都有名册 都留着有地址 通信地址联络处的 二十万人 十年 在台中叫了十年了 二十万人了 相当有规模的社团了 讲经讲出来的 我在台中住了十年 我离开台中 李老师在台中教化上 二十年了 那个时候多少信徒呢 差不多将近五十万了 可以说 都是真心 为什么呢 都听经 都懂得佛法道理 不是迷信 不是烧香拜拜 敢发挥的 不是的 真正 懂得佛法了 我把这个事情 这个经验 告诉日本那边的同参道友 道场不能不讲经 信徒不能不懂佛法了 你要不信徒不懂不懂佛法 你对不起信徒 为什么呢 你叫信徒迷信 那这就是你的故事 所以重一点的说 这是你的罪过 佛出现在这个世纪 目的是什么呢 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 你不能叫众生开悟 你还引导他迷信 你的罪过就不得了啊 所以我一再肯定 佛教是释迦牟尼佛 对于九法界众生 至善圆满的教育 这个是我一出家 就提出来啊 出来讲进去这个讲法 这几年呢 在外国知道有个多元文化 所以我又有一个说法 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我这样讲 大家很容易懂 不是幸福的人 太听得懂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为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学 你看不分国籍 不管哪一个国籍 不分宗族 不分宗族 尤教育 尤教育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 跟孔老夫子一样 不但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 他还是多元文化社会的义务工作者 他是义工头 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就是上课 天天上课天天教学 他不收学费 他不接受学生供养 免费的义务的 我说他是义工头 他的弟子 尤其是出家弟子 统统都是这一个佛陀教育的义务工作者 我们要把地位身份确定 我们搞这个行业到底是干什么 我们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 对这个社会有什么价值 总的要清楚 要明白吧 然后我们晓得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方向 我们认真努力 成就自己 成就众生 这是佛际词 出家人如是 在家大德居士长者也如是 狄宾南老居士 实现的是居士生 夏林居老居士 实现的也是居士生 担负起如来家业 一生从事于佛教的教学 我们看得很清楚 没有一点自私之利 自己所学的完全落实在生活上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待人节务 功德不可思议 我们现在 只有两个到场 我常常来的 香港这个到场 现在我常住的 澳洲图文巴的到场 有时候也比较去的次数多一点 布里斯本的金总学会 新加坡的金总学会 居士林 我这几天看到 只有从中国同学来的心 希望到图文巴金总学会 去参许 去学习金教 这个事情是好事情 但是 拘留 签证 很不容易拿到 我们在外国 总是做客 受的限制很多 所以希望国内的同学们 特别是出家的同学们 要有耐心 也要有信心 发真正的菩提心 求佛菩萨 这个方法 当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 求人 很难啊 张家大师给我选定 出家这个行业 我的这个路是张家大师决定的 我说出家当然要找个庙 要找个老和尚提度 我跟他老人家提到这个话了 他怎么说呢 他说不必 我说那怎么行呢 那总不能自己提度 他告诉我 你要去找一个老和尚提度 他要不收你 不给你提度 你是不是感觉得很难过 很难堪 我说那当然的 他就笑笑了 不要去找 那怎么办呢 求佛菩萨 他教我这个 求佛菩萨没有感应的时候 你有业障 把你的语言 你的求运 障碍住了 你把业障消除 感应就通了 他教我这个办法 我真的听话了 参出业障 所以出家的姻缘成熟 一个月之前 就有预感 好像往生 与知识至一样 那时候我在台中求学了 我告诉同学 我说我出家的姻缘 可能成熟了 他们问我大概多久 我说不出六个月 没想到一个月之后 林基斯的仿障 心无法事 就派人来找我 请我出家 我没答应 在一个半月当中 来人来了九次 我看他很恳气 是很恳气 我提出一些条件 都同意 我才把这个事情 向李老师报告 李老师说 你怎么这么轻易 人家说了 你就动心了 我就告诉他 一个半月之内 来了九次 然后我就把 我出家这个姻缘 张家大使 替我选定 要我等待纪缘 果然纪缘成熟 他不让我去找寺庙 不让我去找法寺 张家大使话 先前 李老师才同意 求佛菩萨了 不可思议 我受戒 也是求佛菩萨 有感应的 求人 人不答应 你就很为难 你就很难看 所以希望 真正好心求学 我们听张家大使 这个教会 不求人 你也不要求我 也不要求 这个外国政府的签证 求佛菩萨感应 希望 中国能有 很好的佛学院 很好的 这个教学到场 那不是方便太多了吗 那么我听说 静慧法斯 在布林寺 有一个佛学院 你们可以到那边去 去亲近他老人家 如果有云 他也来找我 我也很乐意 去帮助他 在他佛学院里面 当一个教员 但是我不能够 常住在中国 偶尔去住个 一两个星期 不超过一个月 那么他老人家 向佛教局 这个宗教局 报备 如果得批准的话 我也可以 帮助上个几堂课 这个样子圆满了 这样子好 所以 所有写信给我的 打电话给我的 或者想来跟我见面的 最好都没有这个必要 现在时间到了 这些小伙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